大家好,我是胖子 前天发了一条给曹网红的项上公敌打分的视频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一条评论特别有意思 说人家曹云金登上过央视的春晚舞台 人家项上大赛拿过一等奖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有什么资格给你打分 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我心里很清楚 但是你们曹老师是什么 我估计你未必清楚 咱们做粉丝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粉丝 想要维护自己的偶像 最起码应该说他的露脸的事 上过春晚怎么了 上过春晚好露脸吗 那狗还上过春晚呢 我这可不是骂街啊 这不是人生攻击 您各位可以仔细回忆 大概就是90年代吧 九几年来着 就有一个小狗表演的节目 作为一个艺人 登上春晚的舞台 留下让观众能记得住的节目 这是露脸 宇宙盘香烟 大家都知道是谁 掉老虎洞里 大家都知道是谁 作为粉丝 对于自家艺人的作品 应该如鼠家珍吧 来 你给我说出一段 你们曹老师露脸的作品 你有吗 还什么向上大赛拿过一等奖 我就算你拿过一等奖 那向上大赛不是向上圈 最大的一个笑话吗 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两对演员 还别说说的是不一样的向上 就算是说同样的向上 你怎么评判谁好谁坏 你的打分标准是什么 是上台亮相的难度系数呢 还是被灌口的语速呢 我说他一句 他勉勉强强算是个向上演员 你就受不了了 这我已经给他留了天大的脸了 如果说不是传递的演员 需要助演和开场的话 向上圈压根不需要这样的演员 从哪开盟起 干了二十多年向上了 要作品没作品 要风格没风格 还好意思说 云鹤九霄不如一曹 要说哪不如啊 就是没有你们脸皮厚是真的 之前的前辈名家 咱们就不提了 去年去世的李建华先生 不管怎么说 人家好歹还留下个 五毛千俩一块钱不卖 在老百姓口中 官称叫马大姐夫 你们这位曹老师干了这么多年 连一段让观众记住的作品都没有 难不成这曹老师百年之后 这晚联要这么写 上联扎一刀 下联踢大挂 横批 什么玩意儿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朋友们觉得胖子的观点 还有点意思的话 多多点赞关注 再见